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适合用来放松的声音片段 陪伴大家一起放松 一起梳眠 那我们先来听听海洋声响里的声音 在分享之前 我想跟大家偷偷讲一个我都没有说过的事情 之前我在制作海洋专辑的时候 我需要把所有的这些海洋声音都听过一次 大概听不到十分钟 我就开始受不了 要打瞌睡了 显然呢 聆听海洋的声音真的非常有舒眠的效果 现在我们就来听一段台湾西海岸一个小离岛 叫做小琉球 这个小岛上的贝壳沙滩 我想你在聆听这段声音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这个贝壳沙滩的颗粒 非常的有形象感 仿佛你就正躺在沙滩边哦 有形象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听完了海洋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山林里的声音 这是我在台湾东部都兰山所录到的竹林的风声 竹林随着风婆娑起舞 有小西跟小昆虫为它伴奏 这段声响可以陪伴你一起工作 念书当然也可以陪伴你一起入睡哦 这段声响可以陪伴你一起入门 这段声响可以陪伴你一起入门 放入冰箱 鸡蛋 鱼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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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